晚上睡觉前能够练习20分钟以上 我保证你倒头便睡 两脚开大步成大马步 脚尖正对前方 双臂左右展开形成抱绑 这个动作要求不是很高 左手带上右手带上都可以 抱绑做好了以后 身体首先向左侧旋转 分析器 呼气向左 再分析器向后拧转 挺住呼气坚持6秒 然后呼气还原到前方 这是单侧的动作 然后我们做另外一侧 分析器 呼气 伸机器 挺住呼气坚持6秒 呼气 还原 就这么简单一个动作 每天晚上睡觉前 左右为主 每次练十四组以上 我们中间休息休息 再进行第二次 第三次的练习 直到练到身体 浑身发热 出汗 要产生疲惫感 身体的酸臭 酸痛感 那么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的锻炼 事实上是对人体的胆筋 肝筋 包括我们 人体整个上下躯干骨骼的大面积的一个经络的开通 以橄榄筋为主 牵动全身的经络 达到气血的畅通 同时 使身体的这种活跃感 来抵消我们精神状态的上抗感 使之平衡 而产生睡眠的这种质量和作用 要想了解更多 请点关注